ok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首先呢 欢迎大家来到清征教育的免费公开课堂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马克 那么今天所讲的一个内容呢 其实大家应该通过这个助理小姐姐的一个演示 或者说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界面 我们要教大家搭建一个这样的表白前网站 用用到的内容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有一部分同学比较陌生 用到了一个python的外部开发框架 但是这个东西呢 对于大家来说还是能够跟着老师进行学习的 也就是说你是能够理解今天所讲的内容的 所以呢 如果有这种第一次来听课的 对于python不太了解的 包括甚至有些学员可能连环境都没有配置的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助理老师的这个微信 所要我们今天课程的录播视频 包括你的这个环境所需要用到的这些安装包 激活的一些教程 安装教程 还有我们刚才小姐姐应该可以给大家去演示一个 这个游戏的一个圆嘛 对不对 就是一个打地鼠小游戏的一个圆嘛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注意老师来获取这些资源 那这些资源都是免费的啊 都是免费的 包括啊 注意 包括在现在 如果有些同学想要跟着老师去系统性的去敲 今天所对的内容的话 你需要用到一些前端的文件 那如果你前端不会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前端文件 也就是编写好的前端文件 那这个前端文件的获取 只需要去加一下注意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 下课之后呢 会把这个前端文件发给大家 好吧 如果你没有这个加注意老师的话 这个资源或说这个今天所用到的这个案例 所用到的这个文件 你是没有办法跟着老师去一块去敲的啊 一块去敲的 ok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 我们今天主要就教大家实现这样一个网站 这是一个表白墙的一个网站啊 当然现在如果刷新的话 应该是打不开了 我为什么打不开吧 为什么打不开 这个很正常 啊 很多人访问的比较多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我直接就看你们的一个内容吧 这么多表白小姐姐的 哎 就没有一句说我的 哎 我不高兴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 我的服务器上的这个项目啊 我给它中断掉了 给它中断掉了 但大家可以一会儿通过我们今天这节课的一个学习 自己去实现一个这样的网站 实现了就这样的页面 能够理解吗 进不去是正常的 我刚说啊 我是在我的服务器上的 我的阿里云的一个 服务器上的 那我把这个服务器上的这个项目给中断掉了 能够理解吗 对 你如果啊 注意 如果你需要让它在公网上显示 也就是让别人随意的根据这个网址 就是我给你发一个站链接 你就能访问的话 那你需要买这个云服务器 或者说你自己去搭建这个服务器 对 买一个域名 但如果你只是学习今天的这个内容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去买云服务器 没有买 没有服务器 你现在不用买 不用买 对 你自己去实现不需要买 但是你要商用啊 或者说让别人去用啊 那这个你就需要去用买些这个服务器什么的 以后我们再说 好吧 以后我们再说 现在我们都不用到 用不到 你先会搭建再说 你连不会搭建 你买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 你买个几百的几万的这种云服务器有啥用啊 你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个相关的开发 对不对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啊 那我在这里就把这个给说下去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 是涉及到了一个Tenito的框架 那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大家的一个学习状况 如果大家有一定的python基础的话 给我扣个1 0基础的学员 刚开始或说第一次来听课的学员 给我扣个0 我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 也好针对性的去讲解我们今天所对用的这个内容 ok 那这些抠0的同学呢 注意一定要去加到注意老师的这个微信 可以免费的领取我们的这个学习资料 免费的领取学资料 包括有些内容 你可以直接找我们的注意老师去要 比如说安装教场 激活码 这些东西 环境的配置的安装包等等等等的 都需要 呃 加我们的注意老师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那我们今天所对应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就是一个框架 但是框架并不难学 有些同学一想到框架啊 一想到什么 啊 爬虫的sq 平框架 什么这个web开发的jango flask 等你到框架 就感觉这种框架的东西 其实非常非常难 对不对 它远不如你们了解的包啊 裤啊 那么简单 但其实上啊 注意 但其实上你在去用这个框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框架的一个好处真的比你想象的要好太多了 基本上是不需要你去操心任何事情的 对 就好比说是一辆汽车 对 你要开车的话 你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个车的一些 构造原理 你只需要知道哪个是方向盘 对 哪个是刹车 哪个是油门就够了 这个车就能启动 就能开 对 你不用去操心这个车的配置啊 什么东西 你不用管 这个车就能开 所以呢 你可以 非常容易的入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将个框架难学吗 注意 我一会我会去讲解 那我在这里先来啊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框架比较感兴趣的 我现在给大家去讲解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 我们先做一个笔记 好吧 好吧 简单做一下这个笔记 抛锚肯定是要了解一点的 抛锚是要了解一点的 首先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内容 是一个叫做tunido的框架 能理解吗 哎 统你做的框架 这是它的一个名称 在tunido框架 那么对对于这个框架 它是一个我们python当中一个 算是主流的吧 算是主流的一个外部框架 python的 主流 外部 开发 框架 当然这不只是它一个能够理解吗 不只是它 其除于除它以外呢 还有 所以除它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框架 不如还有 还是至少有三个吧 我知道的至少有三个 或说应用到的 你要去了解的 还有两个 这两个呢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同学应该去了解一下 对 你至少应该去熟悉一下的 做外部开发的同学 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同学到也是我们今天主流讲的 第二个叫做 江狗 江狗 当然这个我应该用大写的 江狗框架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除此之外 我们想想还有什么框架 对 中川有个同学提到了啊 还有一个轻量级的框架叫做flask 哎 那这三个是基本上是python当中之主流的 当然还有一个 当然这个不常见 我就不提了 把不提了 那这个框架对 这三个框架当中 我们今天重点介绍的是这个 哎 重点介绍的是这个 第一个吧 第一个 那后面这两个也要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对 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首先 我们拿这个tunido和jungle还有flask 简单做一下介绍 这个tunido呢 是一个天生的 或者说它是支持我们所谓的一个高频发的一个外部开发框架 它是支持这个高频发的 而jungle做我们所谓的一个叫做大而全的框架 什么叫做大而全 基本上你所需要用到的这些用户管理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用户的登录啊 注册啊等等 那么这些jungle它会有内置的类 或者说内置的这些工具帮你去实现 基本上你去用jungle去开发一些网站的时候 你去可以使用它内置的一些东西的 所以这是jungle的一个好处 但是它 确实内容多我说它给你内置的东西越多 但是它上手起来就越难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了解的东西非常多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flask 这是一个轻量级别的这个开发框架 什么叫轻量级别啊 基本上是最简单的 类似于你编写那种pun件的一个方式 去编写一个外部开发框架 那它的东西 或者说它给你内置的东西就非常少 有些功能你需要去自己去动手去实现 要么就去使用线程的插件 要么就使用线程的插件 这是flask框架 那这三种框架的一个对比上来看 从工作的一个应用角度来看 jungle jungle和flask 这两个应用的会更广泛一些 但并不是说藤尼斗没有啊 藤尼斗也有 也有一些公司 或者说有一些网站 也是用藤尼斗开发的 这得看你们以后工作当中具体的一个需求 用哪种对用哪种 那一般来说做外开发 它至少要掌握这三种当中的其中一种 对你会的多了当然有好处 你会的至少要会其中一种才能去找web开发的工作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框架的一个介绍 了解一下就够了 而我们今天 这主要的目的就是来介绍这个框架 哎他你的框架 那么对于这个框架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哎这个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是由我们所谓的叫做路由 有些同学可能听不清楚这些名词 但是没关系一会我跟你讲就行了 这些东西虽然名词听得非常高级 但实际代表的内容非常简单 一理解 试图 还有什么 模板 模板 还有什么我没想到这个枪过框架 除了路由 试图 模板 还有什么东西吗 还有什么东西没 那如果会将过的同学 你应该知道在将过框架里面也有所谓的路由 也有所谓的试图 也有所谓的模板 那组成内容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会发现外面框架 这个外面开发框架 基本上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基本上是有共同点的 能够理解吗 那这些我都不给大家去对比了 那些将过的和藤尼豆的框架 区别什么的 我不在家对比了 简单来说 这个 藤尼豆 对 藤尼豆 它是没有这个 orm操作的 但是我们的将狗是有的 将狗是有的 它是支持我们所谓的高并发的 也支持异步的 将过框架的2.0版本是不支持异步的 但是现在3.0版本是支持的 这个好像 对 这个 do 这个差点打错了 打错了 哎 这个将过呢 现在的3.0版本 它也是支持异步了 所以有些同学 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你的书本上 或者说你跟着这个教程 他讲的这个版本 版本不一样 可能你的框架当中应用 一些差价的使用 会存在所谓一个兼容问题 在兼容问题 那我们重点介绍就是藤尼豆框架 它的组成路由系统和视图还有模板 那对于这三个部分的一个理解 我们光是听老师讲 是没有用的 我们重点是要看 那重点是要画图去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简单去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在这里我要打开一个画板工具 就用这个吧 好吧 我就用自带的这个 好吧 我就用自带的这个 来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对应的这个框架的一个东西 怎么来理解这三个 来理解一下这三个 其实非常的简单 对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那首先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图 好吧 那所谓的外开发其实就搭建网站 那对于网站 大家不知道怎么去理解的 反正你如果想要去访问一个网站 必备的 必须具备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需要一个浏览器 需要浏览器吧 需要 肯定是要需要一个浏览器的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浏览器 对 其实也叫做客户端 浏览器客户端 需要网络 当然这个肯定是需要网络的 要不你怎么去访问人家的 服务器 对 访问服务器 怎么去连接 那么你如果有了浏览器和负端 那再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服务器 服务器的内容就非常广泛了 对于我们来说 很多同学是不了解服务器 它是怎么去构建的 或者它的一个工作原理的 它怎么工作原理的 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的浏览器想要去访问一个网址 我们是不是需要发送一个请求 哎发送一个请求 哎发送请求 但我们一般来说用户或说客户看到的效果就是得到所谓的一个返回的页面 对你能够打开一个页面能够返回一个页面 但是你根本不了解这个服务器后台 它是怎么去进行的对应的一个处理 这个我们要的想叫做响应 对大部分同学都知道这个 这是你做爬虫也需要了解的 要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对不对 这个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理解 都理解 那中间的这本就是服务器在接收到我们发送的请求之后 它需要做哪些工作 其实在这里我们要简单说一下 这里需要有一个 内容 这个内容叫做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前置的一个内容 这里有个前置内容 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前台 对 你想想我去到一家公司去应聘 或者我去一家公司办点什么事 你最先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是什么 看到这个前台的小姐姐 一般大家去一些 比较高级的公司 你去看一下 也不是就是有什么事情 你单纯的去看一下这个前台小姐姐 肯定会很好看 对很好看 这是人家这个公司的什么 脸面都在台面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做sokit 对sokit 这个指的是我们要去了解sokit的一个服务 当然很多同学可能现在没了解过所谓的一个sokit的编程没关系 那么你把它想象到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处理我们的http的一个请求 哎处理hp请求 对套接字 有一些人知道啊 这个sokit的通通讯吗 对网络编程 这个套接字 对套接字 那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就举一个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例子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前台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前台 好吧 前台小姐姐 他的任务其实就相当于做一个接待 反正这个接待是正规的啊 正规的接待 好吧 接待 然后当你接受到这个内容之后 对当你接受这个内容之后 你得去再往下做 对 你接受这个请求 它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 就比如说你现在要去找这个公司里面的谁谁谁你的一个同学 那前台小姐姐得询问你找谁等你找谁 所以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要找一个谁谁谁 我在这里是是不是需要进行拨号啊 得找到这个具体的人 相当于是分级操作 就是我打以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受过那种 电话比较老的一种电话 以前的电话是没办法直接去打到对方的这个电话上的 你是先要什么 拨通你的这个接待员 让接待员去找这个人来接电话 大家了解我们了解过 你看过那种建国 时期的那种 电视剧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家的打电话先拨个号 对吧那种转盘式的电话号码 拨个号拨个号之后 喂喂喂 我要找谁谁谁 然后他来跟你去接通 对这个叫什么 分机操作对分机 那这个其实就是由我们对应的路由 系统完成的 对应的路由系统完成的 而路由系统这里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分发我们的一个请求 那这里我们写一下 路由 系统 哎这里你要对应来看一下他组成部分 他的任务就是分发我们取得的一个请求分发 请求 对你要找谁 对每个人找的人数都不一样 对我请求第一个第一个请求 我请求的是什么内费内容 登陆还是注册 对我这个再发送一个请求 我是获取什么验证吗 等等等等 他会有一个分发请求 对分发一个请求 当然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 分机 对分机这里再换一个颜色吧 我换一个 绿色好吧 今天就我就喜欢绿色 今天我必须要用绿色好吧 这个叫做分机 不行 绿色好像有点太难看 这个绿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换一个再换一个换一个蓝色的吧 好吧 颜色太难看了 分机好吧 类似于我们那种以前的电话号码 他要分机操作 给接待员接待员再去具体的去接通 哪一家的电话号码 接通以前有那种插线 他要接通到他上面才行 然后你有了这个请求之后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对应的后面的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具体的业务模块 具体的业务模块 所以这里呢 你请求分卡请求往下走 不行 我得这个图有点小了 这个图有点小了 好吧 具体的内容 我们要把它叫做业务模块 当然这个业务模块 对应的其实就是说 你要具体实现什么业务 我这个业务模块可以有很多 登录用户的业务模块 就是用户的登录注册 对 订单模块 就是管这个用户他下的订单 对 还有一些什么评论功能等等 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当成 当作一个单独的一个业务 这个业务就是专门去处理 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的 把这个处理后的结果 再返回给前台 对 前台再把处理后的结果内容 返回给浏览器 所以你才能够在浏览器当中看到具体的一个结果 看到具体的一个内容 ok 那这幅图就详细的去讲解了 肯定的框架 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流程 在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构点原理 那么在这里边你会发现最重要的部分是啥 最重要的哪部分 有点老师我没看见什么试图 没看见什么模板 对 试图就是你在浏览器当中你都看到的那些 这个就是你对应的业务模块 其实对应的就是试图 对通过试图来做对应的功能 而你看到的模板 或说我们什么叫模板 就是你看到的前端的页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模板文件 it 描这些叫做模板文件 这个能够理解这个组成部分的可以刷一朵鲜花好吧 这是整个图 虽然这个图画的时间有点 慢 但是最重点是关心大家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框架 你不了解光听光去敲 没有任何用处 一点用都没完 那这个图我建议大家去截一下 建议大家去截一下图 截图没 截完图的话我就关闭掉了 大家请截一下图一定要去截一下图 ok 截完图的同学注意截完图的同学我现在要把这个图 好了我这个关闭掉 干贴进来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讲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 偷偷的截图都被我发现了那肯定啊 我知道你们有些东西你可能一时半会理解不了 那我画这个图也是方便大家刻下之后能够拿到这个笔记也会刻下发给大家 你可以去看一下整个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流程整个案例 它这个原理 好吧 那有了这个图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图来实现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 案例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操直接上手怎么去做 那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项目 按这个项目呢 因为我要新建一个项目 注意我这里要新建一个项目 从头到尾给大家去演示 怎么来做这个对应的内容 首先在这里取一个名字吧 徐远强应该怎么叫 怎么取这个名字 一般来说不不要叫中文啊 一般是英文就行 把英文就行 一会我给大家中电话 现在我在新建这个项目 这个新建项目这个是没办法去搭话的 这个是许愿的意思吧 ok 许愿强这个单词可以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的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下面 一定要打开这个选项 一定要打开这个小三角 下面是让你去选择对应的解释器的路径 很多同学不知道为啥要用排架 为啥要排算解释器 对你的排算解释器 是我们必备的一个工具 而你的排架是一个边境器 这两者之间必须要去配置才能够正常使用的 能够理解吗 不是说你有排架就能够去调 Python代码 你没有解释器没关系 没有用的 而我们现在 它分为一个新建一个虚拟的解释器 虚拟的环境 和一个使用本地电脑上的一个环境 而我们这里不为了 减少这个时间 我们不再去新建了 一新建的话 它要去加载 要去创新重新创建 对于安康达环境进行复制 那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慢 或者非常的耗时 所以在这里我们选择当前电脑上已有的环境 能够理解吗 已经有的这些东西 找到我的这个是哪个来着 我是放在了C盘下安康达 然后找到Python截止器 ese ok 点击ok 点击ok 这里就可以点击create创建了 我们点击一下create创建 他会说你要不要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我们就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新建的 我把这个拖一边 我把这个放一边 我们不关闭的 不关闭它 现在这个界面我给它放大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把它放大一些 这是我们新建的这个项目文件 项目名称就是我偏写好的一个什么 徐元强的名称 对 然后下面什么也没有 注意下面什么也没有 而我们在这里要新建一个 Py文件 这个Py文件是叫做app 这个名字叫app看到没应用 对一个应用一个小应用 ok 有了这个app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敲我们的代码了 来实现用到我们的这个藤尼豆内容了 首先第一点 先把你的藤尼豆内容导入进来 我说你要应用这个框架 你想要去选择 ok 这里他给我提示了 你看 他说当前你的这个解释器路径 没有 所以你需要去在这里设置你的解释器路径 那这里我看一下有没有啊 在这里点击一下 已有的这些 应用 注意看当前环境下他会加载出来 安康达所需要用到的这些工具 这些包 等一下他会加载这个有点加载的有点 看一下 大家的配环境配置有没有问题 一般来说 我觉得这样选择是没有问题的啊 太慢了 怎么有点啊 这个时候出来了 你看 这就是安康达环境下已有的这些工具 这些名称版本 我们点击 ok 下面会有一个进度条 这个进度条就是简示我正在加载这个环境 简直正在加载这个环境 所以你得等 你得等 ok 等完成之后 你想要去导入藤尼豆 所以你在这里写了个 藤尼豆他没有智能提示 或者你把这个名称写完整 对 如果他没有智能提示 或有红色的布浪线 你需要在这个命中中端 去peep instar去安装 去peep instar去安装 一般来说啊 你只要添加了镜像源 安装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不会出现问题 是吧 这个 tunido的安装我就不给他去讲了 你不会的 零基础学 直接找助理老师解决 直接找助理老师去解决 非常非常的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那我现在 把这个tunido 哎导入进来导入的内容 首先是一个web 然后是一个io.io lof 还有一个 叫做http summer ok把这几个导入进来 当然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你有没有格式化 一定要格式化 就是你要有注意这个代码的一个规范 好吧 哎代码的一个规范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导入进来了 对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导入进来了 导入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来创建一个 哎来创建一个路由 哎先来创建一个路由 路由系统 这里就是配置路由的 那这里的路由配置只需要去通过我们的一个web 点大写的app 来天使这个类 然后在里面去定义 对在里面去定义我们想要需要的内容 比如说什么 你的路由配置吗 我这里先添加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写上一个 R 这个R后面跟上一个字符串 那我问你啊 这个R的用法大家还有没有人不了解的 如果有没了解的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我们所谓的在赠泽比阿市里员 你在一些字符串的处理上 一定要去用到一个叫做不转译 对取消 取消转译或者说保持原意 都是代表这个R的一个用处 代表这个R的用处不是读取 所以不是读取 因为你的这个符号 比如说我在这里写上一个 a.mn用户管理系统 我接着我写了个这 对我写了个这叫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叫什么符号 在python当中这个符号 这个斜杠符号 这个叫什么转译字符 那他会把你后面的任何的一些东西都进行转译 所以我们为了去取消这个特殊的转译字符的一个转译的一个意思 我要在这里加个R代表是取消转译 那我们第一个内容就是先要如果访问这个网站的首页 我用一个斜杠 所以看我用一个斜杠 这代表首页 然后后面我要对应写一个 慢 pigget 主页 对慢 主入口的意思 主入口的主函数 在主的意思 pigget就是页面主页面 hider ok 先有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他会报错 没关系 他有报错 没关系 我们要在上面 注意 这代表的是你要执行对应的什么 哎 这代表你对应是 就说对应的是什么 试图对不对 这个是你试图页面 我访问首页就要显示这个试图 那这个试图你现在没有定义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写上这个试图 而这个试图对应的内容就是处理或说去显示我们的首页页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通过一个class就是我们基本的定义类的一个方式 来把我们的这个类定义一下 ok 那必不可少的里边会有对应的所谓的继承关系 对继承关系 能够理解吗 你想想我们的这个页面试图我自己去编写怎么去显示试图是不是比较麻烦呀 我们可以去导入这些已有的功能模块去继承自他已有的一些类 能够听没有理解吗 说白了就是我懒我不想去挑代码了 对于这个页面的显示 对试图的显示我不需要去挑代码 我可以使用这种已有的工具或说已有的这些类来继承自他 对 懒就是程序员的三大美德好吧 懒是程序员的三大美德之一啊 这个不是贬义词是宝义词 越懒的程序员 其实意味着这个就是大佬级别的 能够理解吗 哎导入这样一个web.request.header 这个类继承自他对继承自他 然后里边我们可以定义一些方法 对所有的请求我们都讲过 默认的一个方法叫做get方法 对不对 你想想你在学爬什么的时候经常是request.get什么什么request.get什么 对当然你也会用到request.post的什么什么 那这里其实对应的就是get请求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请求会不会携带参数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后面去加上不定藏参数 看一下大家学的怎么样啊 有没有学这个参数内容 把函数部分的这些参数都学过 ok 不定藏参数一定要写上去 不定藏参数一样写上去 接着往下我们就可以使用 samp 对这个samp 点 right写入 我们写入一句话叫做马克老师 真帅 好吧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怎么说啊 我知道你们心里肯定在默念这句话 好吧 肯定在默念这句话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视图 这是我们的一个路由 对是路由 现在我们想要让这个内容 或者说让整个页面能够运转起来 让我整个功能能够实现 我们在下面去写上一个叫做 主入口哎写上一个账的一个判断允据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先来搭建一个前台 哎前台也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其实对应的其实就是前端的这个叫做 sok 对sok 来做一个sok 那这里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 http sok 点 http sok 看到没大写的sok 对应的这个内容 app 小写的app 对应的是这个路由 看到没对应这个路由和这个路由绑定 然后在前面我们用一个变量接收 这个就叫做http 下滑线 sok 来接收这个结果 然后呢我需要让这个sok sr请求去怎么干什么 我现在呀 我要让这个sr请求能够发挥具体的一个用处 或者说吧 我们现在需要执行这个脚本 让他去监听某一个端口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当中就可以访问对应的这个页面 对反应这个对应的这个内网 对就是我们的内部的这个服务器网站127.0.0.1 然后去看到这个页面的一个显示状态 没有理解吗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装就是端口的一个访定 我说监听这样一个端口 而这个端口的一个监听 对就需要在这里写上一个 点 哎这个没智能提示了啊 这个是没有智能提示的 监听我们的端口 8000端口 好吧8000这个端口 当然有些都说80端口不行吗 可以这个端口 当然你随意 你这个端口 当然你是随意的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的爱欧乐 点有一个大写的爱欧乐 CUN 连接对CU 我们要去做这个内容 把我们的这个启动 对把我们这个项目的启动起来 OK 这一段代码啊 对上面这四行啊 这上面这三行代码 你不要去记 不要去记 这是固定的写法 基本上都是这么去写的 程序员的脑子是有限的啊 脑容量是有限的 不要去死记硬背这个代码 你以后去写一个这样的项目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像上面一样 这些你都可以照抄 这些都照抄就行了 没有必要去自己去写 理解吗 程序员刚才有个同学说 程序员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拷贝复制 对这个说的没错啊 也分什么 不是说你会了这个复制粘贴就行了 你要会粘贴 什么叫会粘贴 你要知道怎么去粘贴 哪个内容放到哪个内容下面 你粘贴这个内容有没有用 对你不能胡乱粘贴 你粘贴一句放到下面 粘贴一句放到下面 你运行不起来 那没有用啊 那你这粘贴下来也没有用的 一定要注意啊 怎么去粘贴 对这些东西我会了 我知道怎么去改 我复制过来 我去修改 这也没有问题 但你不会你去复制粘贴就没有用了 一点用都没有帮助啊 我对于大家的那个要求也不这么高 就大家能够把这段代码敲下来 或者你以后用到的时候去复制就行了 把去复制就行了 OK 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啊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页面了 或者实现了这样一个网站了 有种老师这个网站就写完了吗 这才几行啊20行代码运行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报错 他给我来了个报错 他会告诉你这里的这个Sever 它是没有类传这个方法的 为什么没有啊 你看一下名称 我给我在这里给大家挖了个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他说Tenito HP.Sever是没有这样一个什么 参数的 为什么没有啊 注意看 HP Sever和你这里的HP Sever 所以在取变量名的时候 你在去应用的时候 不要太过于依赖 拍掐给你提供的这个智能提示 如果你太过依赖 你真的可能会犯这样一个低级的错误 这里应该是这个变量点三 这个雷三监听 能力吗 用这个脚本执行这个脚本 这就是就是创建了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叫做HP.S下滑线Sever 这个Sever要去监听8000的端口 监听8000的端口 现在再去运行 不报错 看到没 不报错 也不执行任何的输出语句 对 那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浏览器了 好吧 在这里我们新建一个标签 来访问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本地的服务器 127.0.1 8000端口 所以你访问9000端口有用吗 没有用 一定要是8000端口 所以后面冒号后面一定要跟个8000 看到这句话同学可以给我打一句马克老师真算 好吧 发到公屏上 把公屏打到马克老师真帅上面 好吧 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要写入到这个页面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个 PY文件当中 或者说我们在今天这个项目安语当中 只用到了 试图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显示首页的一个试图 以及对应的路由 但下面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socket的前台 你不用关心 它就是一个脚本 你不用关心 对 我们还缺少一部分 对于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笔记 你想想浏览器我们电脑上都有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pass掉 socket的也有了 我们刚才是有socket的 所以我们在刚才看到了一个执行的脚本 有socket的 这个也可以pass掉 我们一有 路由系统pass掉 我们也有 业务模块 对象就是试图 我们也有 但关键还有一个模板 但这个就需要去注意了 你到底需不需要模板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可以在我们的页面当中去 显示一定的数字内容的数据内容的 但这个内容是不是有局限性的 你只能显示对应的这种字符串或说汉字 我字母你能不能去显示一些页面呀图片呀等等东西 能不能 对不对 你想想我能不能去显示一些图片 显示一些gf 显示一些视频 对 我在这里只能显示这个马克老师遵算这四个字 这六个字 能不能换其他字可以换 但是你只能显示文字 所以在以前的互联网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访问一些网站 你会发现你打开这个页面基本上上面都是字 没有什么大量的图 视频那种美观的见面是没有的 都是汉字 对都是汉字 能当然能 能就是你说的 现在就有这么老师要求了 老师你能不能把这个汉字居中 但是注意你现在显示这个内容 他默认就是从刚开始这个位置来的 这个页面的第一行开始的 你要想居中显示 你想想应该怎么去居中显示 对 你要去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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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这么多空格吗 没有必要啊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了对应的 html 也是我们说的模板的文件 什么叫做 html文件 什么叫做 html文件 你们访问的一些页面 你可以去抓一下包 或者去看一下 他就是 Hml的页面 就是 Hml的 怎么找到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只需要去127.0.0.18000端口 就可以访问到这个页面 只要你这个服务器启动了 对 只要你这个 这个框架 运行起来 这里没有停 看到没 他就已经正常显示了 就能够去访问这个本地的服务器了 但如果你没启动这个项目 那是没有这个 这个服务器是没办法访问的 好吧 一定要去写啊 一定要去启动 OK 现在我们就来显示一个页面 哎 这里呢 我已经有一个页面了 对 我已经有一个页面 那我现在想要把这个页面加载过来 外网怎么访问 这个是内网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部的服务器 就我电脑是作为一个服务器了 你没办法访问 你现在没办法访问的 你电脑上启动了这个项目 你能访问 但你如果把它部署到云服务器 就可以 哎 通过外网去访问了 把通过外网去访问了 嗯 OK 现在注意 现在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来实现页面的显示 抓包 这个抓包还要不会的 老同学不会抓包的 邮件检查 或者按键盘上的f12 你在network里边点击counter加r这样一个快捷键 来看一下 对 这不就是这个百度首页所需要用到的本件 这些文件吗 这些文件有css 有gss 当然有可能有些同学还会去找到对应的 HML的文件 对 HML的 你看到还有这种png图片 对不对 你都能够找到 你都能够找到 这就是抓包 你当然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抓 有些东西你需要去先清理掉之后 点击某一部分功能 对 你点击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文件 你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啥 是不是你需要的 就抓包吗 网页当中最短 最简单的一个抓包方式 那难一些的 你要去掌握这个抓包的工具 好 非得着抓包工具去抓包 ok 我们还接着往下讲 这个不要岔开话题 再岔开我就差跑得远了 好吧 跑得没影了 我们现在只是显示这个文字有点太过单调了 我想要显示一个页面 我想要显示某一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 我现在电脑上是又已经有了一个 注意看 这个页面是一个itm文件 love.xml 这个文件是一个itm文件前端的 所以他不需要服务器 他只是一个这样的前端页面 拿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效果的可以刷一个鲜花 好吧 就是前端做出来的 这个页面效果 8点52分了 8点52分了 比如同学 表白的话就用个这 就用了这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让我们的服务器也有这个页面 所以也能够去运行 或者说也能够去显示这个页面 所以现在这个页面只能本地打开 浏览器打开才显示 我现在想要让他在我的127.0.0.1 8千端口上也能够显示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把它先关闭掉 把它先关闭掉 我把它copy过来 对把它copy过来 那在这里我就必不可得到的要去新建一个目录 先入入或者说我直接先把它复制过来 大家今天必须要找老师要到的两个前端文件内容 这两个文件我先copy过来 我为什么你拷贝过来 等一下我先把它拷贝过来 一个叫做setting 一个叫template 一个模板 一个静态 静态文件 模板文件 这两个文件夹就是一会下课可以找注意老师要的 你有了这两个文件夹 再根据我今天这个录播课程内容 就可以动手去实现这样一个网站 如果没有这两个的可以去加注意老师的微信过去 好吧 有了这两个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html文件 我们要都再放在这个上面 你的静态文件就决定这个页面显示的效果 显示哪些图片的 你可以放到这个image css当中 这是我们说的template 就是这个settings这个静态文件夹当中 而这两个文件夹对应的目录其实非常简单 静态 模板 html文件 那我们现在只需要把我们刚才的这个lab html文件放进来 lab.html放进来 接着 你在这里 对你在这里就可以显示了 改一下名称改下方法 不再去写入数据了 而是去渲染我们的数据 渲染什么页面 就是我刚才写的一个lab.html文件 对 你现在去运行程序 没有办法运行 肯定会有问题 对肯定会有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再去访问这个8000端口 他会给你显示一个500的状态码 这个500的状态码是一个什么错误来着 这个500的状态码 下课发下课法 现在我没有时间发给你 也没办法发到公平当中 好吧 如果你需要的话 注意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去找注意老师 行吧 可以去找注意老师 啊 有录播 需要录播的同学可以去加一下助理老师的微信 这是左上角的是助理老师的二码 那你现在去找老师要吧 好吧 你找老师要 我已经把这个前端文件发给老师了 你可以找助理老师要这个文件啊 把前端文件 还没有人回答我问题啊 这个500的报错到底是啥意思啊 有些人可能去百度了 对 这叫做服务器内部错误 对 500要个服务器的内部错误 为什么是指服务器啊 当前这个一面就是我们说编写的服务器的代码 为什么会有报错啊 是因为我这个辣的点就没有他找不到 别的老师你不是就在这个文件夹里放着吗 对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这个文件他从哪里去找 或者说我没有去定义你的模板文件路径 静态文件路径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去设置 对添加一个对应的设置项 对添加对应的一个设置项 留意吗 在这里对我们在下面吧 就在这里写上 需要有对应的设置 这个设置其实就是来决定你的这个模板文件 它的一个路径的 那这里写上一个setting 设置的意思 后面写上首先第一个模板文件template 对你的template pass路径 应该是哪个文件夹 对应的哪个文件夹 在这里你就可以写上这个文件夹的名称 对应这个文件夹名称应该是us的 那我加个s 逗号 这是模板文件 设置 我这里主持写完整些设置 模板 文件 路径 然后你可以cobit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 setting 静态文件 对静态文件 对静态文件 它的一个路径 ok 这是设置我们的 静态 文件路径 ok 能够看懂这两步的 能够看懂这两步的 可以刷各一 好吧 这是我要去添加一个设置项 这两个设置项能够方便我这个项目 或者我这个网站去找到对应的 这些模板文件 对应的静态文件 能够理解吗 那我有了这个设置项 你也必须要让他有 所以你在创建这个APP的时候就必须要携带这个配置项 你的这个设置的配置项 所以在后面我加上一个逗号 他不是有参数吗 你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定义的时候 他应该是有参数的 对不对 那这个参数我们就可以写上 叫做 星星 fighting ok 这样就会把我的配置 就我的这个设置的内容 加载到这个APP当中 现在我再去启动 他看一下没有报错 没报错 我们再去访问这个页面 ok 现在能够看到这个效果的 哎 现在能够看到这个效果的刷个一 再刷个一 再刷个一 127.0.0.18000根口 这个阴面是不是就显示出来 这个不是我本地打开的 这是我用服务器 这是我的 自带的这个服务器打开的 对对 ok 这是我们显示阴面 那你想想我把这个页面换成我自己编写的页面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对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页面可不可以 对 换成这个页面可不可以 可以吧 那我只需要去改一下这个文件名称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内容 对吧 这是我们的路由 然后我们的这个设置项 设置项 现在 基本上 对 基本上完成一大半了 我现在只需要在这里改一下 我们不再显示这个亮点 就没有 我们显示一下index 显示一下首页 重新运行一下 在浏览器当中再重新打开 注意看这个页面变化了 500报错 看到没 500报错 为什么会有一个500报错 那你注意看你的这个 文件就行了 看你这里 index html 这个没错 有个老师你这个文件夹没定义错 为什么没显示 问一下 为什么没有显示 看到没 他这里会给你报错 那 error 就是命名错误 名字为内容的这个变量没有被定义 为什么 为什么这里有个内容的变量 有段老师我当前这里面没有这个变量 注意 这个变量不是这个pun件里面 而是你的index html当中有对应的这个叫做模板语言 模板的语法 模板语言的语法 这也就是我们模板语言当中表示一个变量内容的时候 他的一个写法 你看到两个话括号中间有个内容 所以在这里 你在传递这个页面渲染这个页面的时候 可以去携带 我说必须要去携带一些数据 比如说什么 我们要写上这个内容数据 就对应了这个值 要做比如说我就写名叫马克马克的 表 表白 墙 好吧 哎马克的表白墙 这是我起的命内容的这个资料 给他去添加了这个内容 除了有内容以外 他可能还会有一个message 就是我们的消息内容 什么叫消息内容 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表白的标签 就是一些标签 对还需要有传递过去这些 但我现在这个页面当中是没有的 我现在先给他弄一个空 我先不给他去写 所以先是一个空足处 先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启动起来 刷新 ok 能够看到这个马克的表白墙 这几个字的 对能看到吧 马克的表白墙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冲过内容这个值 传递到这个actml页面当中的 或者渲染的这个页面当中的数据 渲染到这个页面当中的数据 这个内容可以改 你只要改一下内容这个变量的值就可以了 传递过去的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把这个内容对 改一下马克的表白墙你可以改成你的 谷歌浏览器 我现在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有人 你其他浏览器一样的 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 我建议大家用谷歌或者用火锅 当然其他浏览器是 就说差别不是特别大 当然开发人员还是建议用谷歌的 还是用谷歌好一些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渲染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渲染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没有用 为啥没有用 你点击一下 我要许愿 有跳转没 你看到他会应该需要跳转到一个许愿的页面 但这里没有许愿这个页面 所以我要在这里点击这个许愿的话 他应该会跳转出来一个框口 让我去显示 对不对 但我现在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还需要再去写一个视图 这个视图是完成我们的一个 许愿页面的一个加载 就是显示我们的一个许愿页面 对不对 你上面只是显示主页 但是这个主页上面有没有跳转 或者说有没有许愿页面 没有 所以在这你就要把这个许愿页面也完成 许愿的页面也完成一下 那你其实把这部分代码对 把上面这段代码 cobby过来 粘贴复制改一下改一下名仓 许愿 ok 然后这里的参数我也不改了 然后 许愿的itml改成wish itml就是这个页面 也就这个页面 然后这参数都不要 这些参数都不需要 ok没了 有了这样一个类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类 你还需要向上面这里定义他的路由 这是首页 我会去执行这个试图喊这个试图 那你跳转到你的许愿页面的时候 是不是要执行你的许愿的试图啊 所以在这里 wish ish 对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跳转 那这个跳转的路由 配置 就是我要跟上一个wish 他就会跳转啊 只要看到这个路由 他就会跳对对应这个试图 就执行这个试图的内容 渲染这个 许愿的页面 ok 重新运行 运行一下 ok 这是不是我的许愿页面 是不是 你要写上你自己的一个祝福的话语 后面是写一下是谁写的 老王写的 对 老王表白的吗 对 你可以写上你的名字 当然你也可以写匿名 这上面你要写的话 我写个99999 对吧 或者写一句想想啊 我祝福 祝福的话语啊 我这个有 有情人 中 成 种成 兄妹 好吧 哎兄妹 兄弟姐妹 你这个兄妹就够了啊 这个太好了 祖安啊 祖安祖福话语 然后你点击注意看 我点击一下提交 有用吗 没有用啊 没有用 为啥没有用 我问一下大家 老师老师你这里不是有内容吗 不是有落款吗 为什么你点击提交 提交不过去啊 这个就要用到我们所谓的 请求方式当中 对 请求方式当中 你要想传递数据 或者说你要去 携带一些数据去发送请求 你用的是get 还是post 哎 你用的get还是post 对 你从前端获取的数据 你怎么去传递到这个页面当中 就好比说大家学没学过input 有没有学过这个函数啊 有没有学过这个 肯定学过啊 肯定学过 那在前端页面 它其实也就集成了这样一个功能 叫做input 因为你在这个item当中 你可以找到 有一个叫做input的一个标签 看到没 他就是接受我们前端 就是我们的用户在前端提交的数据 内幕啊 对 你的落款 以及你写上的祝福话语啊 也需要用input 提交 但是你提交过来内容怎么去请求的 我们在这里要定义一个 post的请求 对 一定注意啊 get请求对应的是什么 get请求 post的请求对应的是post 这里对应的是post 对应 为什么今天不不真的祝福啊 你想想马上都我耳赢了啊 我还在给同学们讲课 大家应该知道 单身狗的这个愤怒啊 你是没办法忍受的 好吧 我的这个post的请求也需要有一些参数 那这个参数 不知道有写几个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和上面一样 不定常参数 这两种 args和kwalgs 你要知道它对应的分别是啥 中有 那接下来 你要从 我们的前端获取数据 获取下来的数据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通过seal 点 一个叫做get ment 这个方法啊 来获取到内容 首先第一个叫做concent 尤其就是你祝福的内容 你祝福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content 对 concent 然后你就可以用concent来接收你 提取到的 或说你接收到的这个用户 提交的这个祝福的话语 除了有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落款落款对应的就是你的名称 我们用name name name ok 完了 就完了 看到没 你的祝福话语和你的名仓 你的祝福话语和你的名仓 卡了吗 喂喂喂 这个现在很卡吗 啊卡的同学啊卡的同学 你把自己电脑上的这个垃圾文件清理一下 对 你浏览器那些奇奇怪怪的网站就不要打个标签了 好吧 你或者你重新刷新一下你的页面 都在为啥别人不卡你卡呀 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把自己的浏览器的书书书圈 对吧书圈给大家关一下删一下 ok 那我们现在有了concent有了name 注意没完还没有完啊还没完 为什么 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数据那种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这么去警觉 注意啊我们现在不post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最大代码注射掉 我们不注视 所以我们不注视能不能去添加数据 我们不通过用户能不能去添加数据 可以 我们可以在前面去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这个全局变量就是我要把浏览器呃把这个留言给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 什么叫做全局变量啊 什么叫做全局变量 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叫做全局变量的啊 别一说的全局变量都不懂啥叫全局变量你现在定义的这个 这个就全局变量 这就全局变量啊 这就是全局变量 你们定义的A等于1B等于2这种都叫做全局变量 什么叫做局部变量 对什么叫局部变量 想想我定义在嗯什么里边的才叫做局部变量 基础内容学的好不好 一句话就问得出来是吧 一句话就能体现得出来 现在我在这里定一个列表 当然这个列表当中我可以去添加数据 这个留言都保存到这样一个空列表当中 但我这个空列表可不可以除了是空列表以外 我还可以是已有的 比如我现在就在这里面增加一条数据 首先 有一个ID 对应一个1 逗号 再来写上一个 name 名称就是我的落款 我取上我的名字 哎马克 再来就是你的时间 你什么时候留的这条消息 那这个时间我可以不给写上今天的日期 2020年 05-19 然后呢这个是几点啊 21点 11分 00秒 好吧 00秒 这是我写这条留言的时间 或者说写这张标签的时间 再来就是我的流的消息 哎我的这个表白的内容 哎我表白吧 我想想我对谁在听课的学员当中有没有女同学呀 男同学也行啊 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我现在给你表个白 在线表白 在线表白 啥你这你这 听语格一看就不是个那个啥你就算你骗我对吧 你们骗一下老师你要取一个假的女生名字 哎你看你看这种 刘婷这个名字好熟啊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刘婷 哎我喜欢你 白杰 这是你们的真名字吗 这个桑三就太假了啊 张三太假了 就刘婷 好吧 就刘婷 一会再赶 你们名字能不能起的不敷衍啊 这桑三李四也太假了 一看我就没兴趣用这种名字啊 然后后面再来取再写上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其实就是 num 为什么要有个num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有个数的限制的 不是有个数限制啊 就是一个两个三个 第一条标签 第二条标签 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所以这里有个num的值 它代表的是你的留言顺序 哎 你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你这个狗蛋啥的就太假了 我谁会用这种名字啊 对吧 以后我起个王富贵是吧 现在这条数据注意啊 现在这个列表当中是有 或者说我的留言 这个变量当中是有一条数据的 我只需要在这里把这个 message等于我的全局变量 哎 等于我的全局变量 这个时候我访问一下 对 我访问一下我的首页 对 这是没有的 为啥没有啊 就是因为我这个项目得重新运行 因为我改了这么多东西 我得重新启动一下 哎 能够看到第一条消息的 能够看到这条消息的 可以扣个6 好吧 扣个6 我刚留的 你看一下时间 5月19号21点11分 现在已经13分了 对 我留的这个内容 这是我自己在这里定义的 这不是你们用户写的 这是我自己在那个项目当中去改的 那我问你我这个内容是不是可以改 哎 我这个内容是不是可以cowby 可不可以cowby 再来cowby一份 这个改成2 这里边 名字id我改成2 然后日期我不改 好吧 日期我不改 名字我也不改 然后内容我改一下 刚才有个啥名字 我记忆深刻啊 哪个名字记忆的比较深刻一些 这个狗胜狗蛋 骚猪 王麻子 迪丽热酒 你这个pd 表妹 表妹也就有点意思啊 你这个故事就太大含量太大了 就表妹好吧 我想要听一下你的故事 表妹 来后山 好吧 哎 这是我留的言好吧 这是我留留的言 然后现在我再去启动一下 你看一下第二条消息就应该出来了 哎 表妹来后山 吧 来后山 这个内容就显示上来了 那我们要做的其实也非常简单 或者说已经非常清晰了 只需要把用户通过post的提交的这些内容 内容啊 康陈的呀 放到这个变量里面 放到这个列表里面不就行了吗 在我们不用数据库啊 不用数据库 当然你想要保存到数据库里面也行 对 但是我觉得不用保存 为什么这个的案例来说太简单了 不用去保存到 这个数据格式也比较小 没有必要保存到这个 数据库里面 而且这个腾尼都没有支持这个om框架 所以他对于数据库的操作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 没有将过那么简单 所以我没有保存用将这个没有用这个数据库好吧 留言人 啊 就不该用我的名字啊 用我的名字感觉你们都把我看的太这个 这个歪了啊 是吧 你戴着黄色的眼镜看任何的事物都是黄色的啊 那这里呢 我们先暂停一下 让大家休息一下 先来恭喜一下我们的这个赵天宇同学通过花呗 支付了我们的学费 4162元 报名了我们的全套的这个课程内容 并且获得了我们的520的一个优惠礼包 那么整个的一个内容 整个的一个优害 这个520的一个优惠礼包包含了我们的一个分期免息 以及两年的一个学习前线 还有我们的面试特训班 并且有机会有名格 能够拿到我们的奖学金 如果想要量 详细的去了解我们的VAP全套课程内容的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清风老师的微信 可以跟着老师来系统性的学习 Python这个相关的这个课程 而我们这个课程大纲当中的课程内容安排 非常非常多 除了你们要了解的 或者说有些同学现在正在学的Python的基础以外 还会有我们Python的高级开发阶段内容 爬虫内容 数据分析内容 大家可以去找我们的清风老师 去咨询了解这个课程 或者索要这个课程的按钢 了解这个课程安排 好吧 这个大家你可以去 咨询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整套课程大纲 并且在今天报名的同学是享受一个520的一个 学习优惠的一个 礼包 包括了一个分期免息 大家通过花卫 这种平台 分期 那你会产生这种利息 我们公司会帮大家去减免这份利息 或者说是承担这份你学习当中 分期产生的这份利息 其次呢 每位学员 都可以获得一个 或者说今天报名的学员 你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两年的一个学习权限卡 两年学习权限 整套课程的内容是4个月 两年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大家来说有多久 反正这个课程 对 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的话 应该是学个六遍吧 在六遍是没有问题的 而整套课程那种 你想想你从头到尾学六遍啊 两年的学习权限 对 我觉得一般人学个两遍就够了 对很少人去学三遍的 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太浪费时间了 对可以学两年 两年两年的一个学习权限 并且如果有工作需要的同学 可以在这个礼包当中获得一个面试特训班的一个学习命额 了解一下怎么去找工作 怎么去面试 怎么就业 还有就是你们整套课程学完之后 只要达到我们的这个奖学金的一个标准 就可以得到一个 奖学金 就是我们会在你学完每一个阶段都会给你返回 返还一部分钱 给你钱不是你给我们啊是给你钱 但是每个阶段你要完成我们所有的一个奖学金的一个标准 他这个奖学金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吧 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清风老师 我们已经有学员得到这个奖学金了 吧 我们已经有学员得到这个奖学金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学员第一个阶段已经满足了我们的一个要求 吧 已经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所以他这个奖学金已经拿到手了 这是我们给这个学员 当然这个姓名就打了个信号好吧 还不是行好是保密 这是一个叫建豪的吧 建豪同学 他通过了我们的第一阶段 对第一阶段这个内容 然后这是我们给到他发的这个钱 给他发了这个钱 加学金 给他发这个奖学金 这是我们的这个 课程的学员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给他实施发的这个截图 这是他的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应该要打打个马 没有同学去给他转钱吧 我们老师给他发的这个钱 第一阶段的奖学金 他报名的是我们的全套课的内容 后面还有爬成阶段 还有数据分析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满足我们的一个奖学金要求 就会给大家发这个奖学金 奖学金什么意思啊 奖学金 其实就是为了提升大家的一个学习动力 包括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学员 对有一部分学生会拿到奖学金 为什么呀 人家学习好 对好学生三好学生吗 我们也是啊 如果你在我们对课程当中满足了我们那个奖学金的标准 我们就给他发钱 对就给他发钱 给你当中你的奖学金 给你返还这个钱 那你的话满足的要求也不用那么难 什么人这个名额 对 还有什么三好学生 有可能还要有这种什么关系啥的 我们不需要啊 标准非常的简单 对标准非常非常的简单 首先第一点 整个课程 你要来上课 保证一个到课率 每个阶段都会有这种作业 你只要作业能够提交达到一个作业提交率 对哎 大家都最后提交率没有 重修记录哎 没有重修记录 那你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奖学金 拿到我们的奖学金 要求非常简单 你像这个学员就非常容易 第一个阶段 你看人家已经完成了啊 已经完成了 三好学生好玩好吃好睡 这个不影响到你拿这个我们课程的奖学金啊 你这个是不影响到我们这个课程的 对吧 你吃玩睡都是影响不到我这个这个课程的 你只要满足这个课程的要求就非常容易了 好吧 这个如果想了解的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息的咨询了解一下 好吧 去了解一下 ok 我们接着往下讲啊 现在我们就只需要去实现对应的用户输入数据的这样一个功能就行 就是用户提交的数据我需要它显示在这个页面当中 对我通过前端获取到的数据我需要它显示在这个页面当中 那你现在其实已经有了第一个叫做content 第二个叫做内那这两个内容 你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函数直接从前端来获取到的 你也不用去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对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框架给吃透 在研究它具体的打实现的那完全你得学很久很久 而我们现在至少学编程来说吧 不强调大家去过分的去研究底层的东西 对 你想想你去磁磨一些东西的话没有必要 你能够动手做出来理解它是干什么的就够了 对 你开个车你还要去了解一下发动机原理吗 对 你这个你做个飞机你还要去了解一下飞情这个原理吧 你还要了解一下空这个流体力学吗 不需要吧 对 都一样的都一样的 不重修很难的我觉得不难你老师的既然你是报名这个课程的那肯定是要学的比较简单一些的比你学习自己学习起来要容易很多的容易很多的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学员已经很早很早就学完已经去参加工作的已经找工作了的对很少去选择重修的因为他浪费的这时间就是他的金钱 对人家学完之后找工作一个月 对吧好几个一万块钱 对那我还花这个时间的吗我已经学会了我就没有必要去重修了 但是如果你没学会你可以选择免费重修 你可以选择免费重修 这是我们前端获取到的数据 那我现在呢我需要把这个数据进行对应的判断 首先我这个数据不能为空吧 大家能够理解吗 我的这个数据能不能为空啊 你想想我如果数据为空那我还有必要去显示吗 没有票 所以我要判断这个content 他到底是不是为空的 哎他不为空 做什么事情 那他为空的话 我要执行什么事情 那这里为空我们就让他做一件事情就是显示一段信息 这就是self点 谁让显示什么呢 内容 不为 不能为空 哎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吗 最简单的一个一判断 你首先要判断一下内容 消息如果为空的话 你有必要去显示吗 有必要去提交吗 没有必要去提交的 对也没有必要保存 你直接就给他显示出来内容不能为空就行 那如果我们的消息不为空呢 或者说我有实际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就需要去添加进来 添加到脑里添加到我们的 全局变量message 点 啊碰的追加到里面 而追加的内容当中 首先第一个 那 这个字段 哎 他对应的其实就是内容的这个变量 购号 content对应的就是content 对哎对应就是content 那还有什么呢 想想我们刚才在字典当中定义的啊 在这个列表当中定义的内容 还有id 还有时间 还有 排名 对对就是序号 那这里你也要去一个一个写上去 你不能少啊 你不能少 那这里对应的首先id 那这个id的话 我们可以用 统计 对 你看一下当前这个消息 他的个数 他有几个 我让他去加个一就行了 哎 新增的这条消息不就加一吗 他之前里面有两条 我再加一条 那不就是第三条吗 所以我这里可以进行个加一 那同样的道理 id是这样 那num也可以这样 哎 num也可以是这样 所以当前这个长度 哎 加一就行了 那除了这些以外 对 除了这些以外 最关键的是有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模块 大家不知道怎么去用的同学 一定要去了解内置的模块 不了解的 你对于有一些东西 你是没办法用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内置的时间模块 tm模块给导入进来 而我们现在只需要在这里 调用tm模块里边的 tm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而这个方法怎么用 直接进到圆码里边 看一下这个圆码当中的一个 格式 百分号大y 百分号小m 百分号b 这代表是什么 年月日 对 后面是十分秒 对 当然还有会周几 周日 等等一些东西 这叫做格式化的字符串 对 那我们想要让这个时间怎么去显示 或者说怎么显示年月日 还是显示 只显示十分秒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写上 对 对 百分号大外 杠 百分号m月份 百分号b天 对几号 空格后面我们再可以跟上一个百分号 大h 百分号 所以应该咋地 应该咋地啊 应该是秒对 s就行了 年月日 十分秒 这是他那个时间格式 显示的一个时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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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访问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访问一个熟悉的 有没有逛过知乎的 逛过知乎这个网站的 放过知乎的 这是知乎的登录页面对不对 那你想想我在这里填写了用户名 填写了密码之后 我点击登录 它是不会跳转到首页 它是不会跳转到首页 它不会在这个页面停留的 它肯定会进入到首页页面 包括一些其他的网站也是一样的 你登录注册的时候 提交的用户名 密码 提交 一点提交 一点登录 它就跳转到网站的首页了 对 那我们这个也是 我们这个也是 我要许愿 你写完这些话 你写完你的名字 你点提交 你还停留在这个页面干啥 你是不是就应该显示到首页 在首页页面去找你刚写的数据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这里 还需要有一个跳转 那么这个跳转呢 只需要通过一个self点 ready cut 跳转到首页斜杠 哎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直接跳转到首页了 直接跳转到首页了 现在整个代码基本上是完成了的啊 现在这个代码整个完成了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整个的一个项目 实例 吧 能不能去运行 OK 项目已经启动 或者正在运行当中 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当前这个页面 OK 他让我们去提交 或者说你可以返回到首页 现在只有两条消息啊 我再刷新 他还是两条 我点击一下 我要许愿 写上一句话 刚才还有那位同学写了个名字来着 再想一个名字啊 还给谁表白 把你们自己啊 这个女朋友的名字啊 对 发出来 来发出来 这个菜须 把菜气坤的这个同学过分了啊 我是万万不可能 对吧 你这个万万 你这个确实 为难啊为难 太为难我了 卢本伟 伞兵 是叫伞兵吧 我记得他是有这个 伞兵 卢本伟 就位 ok写上个 卢本伟 ok我点击提交 看到这条消息没 第三条消息 第三条消息 练习两年半 对吧 不会唱跳rap篮球 只会编程 熟悉拍子 对吧 熟悉这个 将狗 等等等等的了 特长没有这个啊 不会唱跳 后面还可以再写一下 比如说999吧 写上个老王 这不就行了吗 来 那这个能够理解的啊 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完成 还可以刷一个鲜花了 可以刷一个鲜花了 这个是可以点的 你点到哪个他会显示 当然这个是不能拖动的 默认他是不能拖动的 并且这个顺序是随机的 这是我前端页面决定好的 你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的位置是随意更改的 随意变化的 你再去做这个前端页面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拖动 当然这个拖动他要求你对于前端的内容里掌握的比较熟练 我觉得你现在还做不到 来做不到 你可以去聊一下那些可以拖动的 把可以拖动的 你可以找老师要这个 老师应该现在可以给你发这个了 可以给你发这个 可能老师比较忙 你像100多个学员 每个人都找他要他得一个的发的一个的发 这个数不是我们确定的 他是你只要你在电脑上 所以你只要在电脑上创建这样一个项目 他就有一个这样的自带的一个 伏器 他的一个地址 就是127.0.0.1 他就固定的 没有什么为啥 没有为什么 所以没有为什么 但是你在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访问的10614144715151 这是我买的云服务器带的一个外网的ip 或者说叫做公网ip 你要知道我们所谓的网络 它就分为所谓的内网外网 对 当然还有所谓什么 想想还有什么网 内网就是说我只能够在我的电脑上 或者我服务 允许的这个范围内能够访问 而公网是任何一台电脑 就是你们访问百度 任何一台电脑 只要连上网 我都能访问百度 对 还有暗网 对 还有暗网 局域网 对 教育网 怎么部署到这个服务器 首先你要买服务器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文件直接 上传到你的服务器上面 行 然后启动就行 对 说白了 你的服务器其实也是一台电脑 也是一台电脑 但你的这个服务器的电脑系统 可能不是windows的 可能是乌班图的 就是我们说的links的系统 那你直接把这个环境什么的 其实都差不多 你要有python吧 你肯定要有python环境 对 你肯定要有这个项目圆码吧 这个项目圆码 你肯定要有的 这个整个文件夹你要有的 你把这个文件夹放到你的云服务器上 你通过python来启动这个 app.py文件 ok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包括你可以让他挂着 让他后台挂着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你想想一挂着这个应用程序 是不是我24小时都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但我一旦终止到这个项目 你这个服务器就没办法访问了 就像我现在这样 哎我现在是把这个服务器给关掉了 就是我的服务器上的这个代码没运行 没运行起来这个项目 那这个你就没办法访问 哎没办法访问 但是只要我允许 只要我能够开启这样一个项目 那你都能访问 你都能够看到这个页面 好吧 这个就需要大家了解的东西就多了 而且还需要有这个服务器 当然你有一段 我想要有什么域名 在3w点算了 那你需要买 还需要买 没有必要啊 你只要先会这个内容再说 没有人是自己做的啊 都是买的都是买的 包括有一些公司 他们也不再去自己搭建服务器了 有些公司有能力就自己搭 这个搭服务器是要成本的 你自己电脑也可以作为服务器 当然这个服务器 你想想就是你自己电脑 你的电脑性能怎么样 你的服务器性能就怎么样 好吧 你可以把自己的电脑作为一台服务器 那你这个服务器要24小时运行 而你想想那些 百度的腾讯的 阿里的你想想他们的服务器都在哪里 都在一些电费比较便宜的地区 因为这个服务器耗电量非常大 24小时开的 而且还有有保证这个散热 对吧 你想想这个要求成本 也是非常大的 日墙的维护什么的 所以一般来说 现在的企业级的开发 没有哪家公司 就是只要功能没那么要求 没那么高要求的 基本上是不会去自己去做 或者自己去搭建服务器的 基本上都是用的 阿里的云服务器 或者其他的这种服务器 买的这种服务器 ok 现在 对呀 这个案例就这么简单 我先问一下大家 注意我先问一下 那大家认为这个python 除了这些以外 还能做哪些东西 对我们除了今天这节课以外 你自己还能用python 实现哪些东西 还能够用python做哪些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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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